大家好,今天用饺子皮和金针菇做到美食 首先将金针菇根去掉 然后放在清水中清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 准备一个西红柿,先切成片 再切成小碎丁 放入盘中 准备几个香菇,切成小碎丁,备用 这是我在超市买的五毛钱的饺子皮 横着切三刀 竖着切三刀 然后用一根筷子在饺子皮上压出花纹 像这样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全部做好了 非常的简单 锅中油烧热,下入葱蒜 炒香以后下入西红柿 炒出西红柿汤汤汁 下入香菇 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清水 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下入金针菇 饺子皮 翻拌均匀 再次煮开 煮开后淋上蛋液 淋上蛋液 上面再撒点香菜就可以出锅了 美味的饺子皮汤就做好了 真的是太香了 感觉三大碗都不够合 早起给家人做上一碗 暖心又暖胃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一下吧 记得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感谢您的支持